《靈魂花君的神秘學》 大家好,我是大白可樂 大家好,我是希希 今天希希想要來跟我們講靈魂花君的神秘學 什麼是神秘學啊? 我相信大家應該對於神秘學有看過一些書籍或是一些解說 其實神秘學就是一個很超自然的科學 它其實比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天文、生物學、化學都還要來的久,歷史還要悠久 像我們現在大家頻繁接觸到塔羅、冥想或是占星、巫術、甚至是瑪雅立法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修習的身心靈領域 也都是神秘學裡面其中一種 它其實非常的廣泛 然後有的很形而上 那也有一些人想要透過神秘學去了解除了宗教信仰以外的這所謂的世界觀 是 那以前的人他們就發現說 大自然跟人類之間的連結跟動物、心系、植物 那個直覺是可以很知道的大自然它蘊含了什麼樣的力量 然後有的還可以直接的去感覺到所有能量的流動 那其實透過這些內在直覺的能量 那就開發出那些當時還不知道的這所謂的神秘學 那現在我們就會統稱說這個是人類祖先的古老智慧 那跟隨著這個古老的智慧 那我們人類可能就制定了一些立法 然後想要獲取一些植物能量去療癒身心 或是有的人我有發現他們會用那個什麼礦石 可能放在身體身上 然後就平衡他的身體能量 然後或者是透過沾心術給自己生命一些方向 那其實這些統稱都是我們的神秘學 是 所以你剛才講的是 就是礦石其實有一點像那個水晶對不對 對對對水晶 欸你是突然讓我想到你知道嗎 像鑽石啊 鑽石有沒有能量 有 有什麼能量 大自然的東西都有能量 那其實鑽石它本身它的那個自然 它是那個碳 喔是 對對對 碳 所以其實每個大自然界的東西都會有能量 它自己的能量 喔 不是鑽石專門治療愛情 就是永久遠 說不定也可以喔 沒有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人家在講說那個鑽石其實是一般普通的一個石頭這樣子 然後它之所以會造就它的價值是來自於 因為那個商人把它物化了 把它神化了 就是我們講神秘學的神化 然後變成呢 就是愛情很久遠 就是要有這顆當那個見證 一顆永流傳嘛 對對對對對 然後再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 我的愛情是拿一顆這麼閃亮晶晶的一個 一個礦石一個東西來證明 對不對 然後當然它價值就不一樣了 對 嗯 好 那繼續呢 對 那我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靈魂花精神秘學又是什麼 對 對 那像大家都知道其實花精就是由每一種植物跟花朵的能量去擷取出來的 嗯 所以每一種植物的療癒能量跟核心都不一樣 對 那這個花精整個花精就是由巴哈醫生他在發現說這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禮物嘛 那我們的靈魂花精又是什麼呢 他就是由一位修行多年的一位大師 那他運用了這個花精作為媒介去研發出來的 嗯 那我都會說他其實是我們坊間這些花精的升級版 嗯 是 因為像前面我們有跟大家分享過就是 他發現說人類有12種靈魂花精的性格嘛 對 那你只要去處理好這個性格 他其實是可以比花精更能夠去直接進入你的核心去調整能量的狀態 嗯 同時還可以將這些潛藏的性格優勢發揮出來 是 對 那靈魂花精神秘學是靈魂花精這一個東西裡面的其中一個分支 哦 是 對對對 它是可以透過植物的能量做媒介 那它可以啟動你的財富啊 健康愛情事業各方面的那些能量 嗯 是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覺得靈魂花精就只是這樣 那就太想看它了 呵呵呵 對 那有什麼特別的呢 對 因為像坊間你可以想像得到那些什麼成功啊 守護能量廠啊 進化能量廠啊 許願 嗯 它其實都可以做到 甚至是有些更進階的 比如說關於跟星際的連結 是 嗯 那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曾經在書中有讀到過就是關於 呃 他們的故事是什麼 睡眠中就是跟外星人接觸 嗯 然後可能去到他們的星球學習一些知識 一些比較先進的知識 嗯 然後再將這些帶回現在的生活裡面去運用它 然後就過出不一樣的人生 嗯 嗯 那也有的人是透過這樣子的星際旅行之後 然後就突然了解說 欸自己的生命跟使命 嗯 然後可能就能放下一些 呃就有的信念 那些不快樂的東西 嗯 然後活出不一樣的自己嘛 嗯 對 那其實這些東西呢 都是你可以去透過靈魂花精神秘學去體驗到的 哦 是 對 所以你可以 呃把靈魂花精神秘學看作為是一個媒介 就是比如說你想要知道什麼 嗯 你又想要學到什麼 嗯 或是你想要體驗到哪些經驗 嗯 其實這都是它可以帶給你的 對啊 因為我記得就是這個 你知道其實很多神秘學來講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儀式 什麼樣的儀式呢 就是你 Raising 就是你一個人跟你的靈魂啊 或是跟你的那個就是更高的智慧 其實好像是因為我們的眼界吼 你好像跟它沒有連結 對 然後透過這一些這些神秘學 比如說花草草啊 或是一個柚枝 你知道嗎 在國外的那個神秘學的這個魔法棒 其實都是長很久很久的那些樹 或是它靈性比較高的一些樹枝 來把它修完整的這樣子 藉由這些樹枝它幹嘛 給它一個力量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靈魂花精神秘血裡面 去學到這個技術 然後你怎麼通過這些大自然 通過這些能量科這些儀式 來跟自己譬如說 你缺缺的想要學哪些功課對不對 或者是哪一些事情 其實你們完全的就好像就是被雷打到 對,你就完全都會了 對,就是那樣的體驗 其實靈魂花精的這個神秘血你都可以去體驗到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規範就是說 這些體驗你想學到的東西 其實都只能夠是跟你自己有關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的意志 他的想法 嗯哼 所以你只要在一個比較正向善的循環裡面 那它就可以發揮它最大的能量去幫助你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惡人或是心情不好的人 其實會把惡的事件變少 對,不是會誇大然後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事件 當然你自己因為你的心性這樣來練習的話 你當然就會變得更少 所以要來上這樣的課的人 聽說大師就會好好的去幫他 內在的靈魂掃描一下 沒錯 就是阿狗阿貓都可以來的 對,要篩選過 對啊 對 好,那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邊囉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